流量在人品面前不值一提 晚会上所有人都和假校男孩合一 只有李一峰注意到了他的疲惫 Give us a smile please 今天会笑得很累耶 身杖的顶流靠的不仅仅是流量 你在韩国非常红 所以说两句韩语谢谢大家吧 我觉得大家都是要来学中文 我们不要从洋媚外 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就是 我们要说中文 不要让韩流越来越嚣张 华流才是最屌 这样的女孩子谁不爱呢 韩雪遭遇私生上台攻击 李嘉航不愧是最有种的男人 何老师真的温暖了半个娱乐圈 何老师真的他这辈子帮太多人 太多年轻人做个什么节目啊 遇到何老师何老师觉得好 他就会给人推荐啊 何老师也没有任何的目的 他就是善良 非常感谢的就是女老师 从新人过来 何老师一直就非常包容 不只是我还有每一个对何老师包容 杨迪在节目中被中吵 水帽短水上 你会女生 别不留你 最讨厌自己的三位三位 水帽短 你会怕 你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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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贾琳的话 整破房了 别的节目需要你暖场 这个节目是你的暖场 剧组安排所有人坐飞机 而秦香嫌需要带艺人坐高铁 这便是高情商回怼矫情的最高境界吧 我发长篇朋友圈 然后你发一个运号 他这个用心形容我的奋斗 我这一两个月 我什么都让你 用好的生活也是笑出来 你往下去看一看 他每一个人的问题 外卖的人不辛苦吗 刚才他出去帮我们抄排骨 他不辛苦吗 他妈今天蹲在这不辛苦吗 对吧你搞得不辛苦吗 所以你平衡要别人了解你的事 因为每个人都辛苦 刚分手的毛小彤 被记者恶意提问感情问题 我们现在说 贾琳的最幸福的家 这就是我的问题 不是吃醋的 我也去做个问题 谢谢 金星总是把更多的亮相机会 留给青年演员 感情真好 不会吵 越少 却看得到那些情的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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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